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来到我们的同居车 有居的意思是车过居 不是我两个严格来说 现在是同居在这个车厂的空间里面 在我旁边的就是Edmond Hello Edmond 你好 好像很公司 介绍他出来的车是他 不如问一问 其实我以往很多活动都见过Edmond的出现 你记不记得自己当初如何都入车行 一定记得吧 其实我毕业不是打算入汽车的媒体 是吗 我喜欢写东西 我是想找一个地方写东西 是开心的 但是车也是我喜欢的 但当时我是喜欢二车的 我是有二车牌先过有私家车牌的 我回大学也是开了二车 所以我当时是先自战到一个电单车集资 但是他又没有反应 另外一间又见了就立即好像请到 那间就四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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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有招聘广告 但可能他觉得我不适合还是怎样 我不知道 刚好 可能刚好有时讲缘分 真的缘分 我去到第一份工也有缘分 否则也不是今天 但你第一份工的缘分很短 我们简单说两句 缘分是短到一年还是半年 半年而已 但也是因为这个机缘 令我认识到我第二个老板 另外一个老板是很好人的 他见我初出茅庐 头发大把 是呀 他以前是包渣头 我记得那张照片是包渣头 他有一张照片 他自己放在他的频道上 搭着毛巾 很帮着镜头 其实是刺送科 有型的 那张照片是有型的 也因为他介绍我去到Cartan Driver 即是我深受啟蒙的地方 现在你自己跳出来 和两位朋友合作 做了一个网台 是呀 三个不同的东西 三个完全不同的玩法 是吗 是吗 也挺有力的 因为那个做法 首先不是传统的媒体 也不是打工 我猜不到 真是设计一个YouTuber 这样的形式 是有三百个平台 要你搞的 即使同一个YouTube 同一个Facebook 同一个IG 你里面用的东西 原来有这么多 所以是势力的 势力的 但是做得开心的 因为你见到有人 回覆你 见到赞你 当然有些是会批评 也不重要 但是这种直接的反应 是我以前做姐妹 是不会知道的 因为以前姐妹出了书 你卖到书 真的有很多人很喜欢 对呀 但实际上 是否真的做得好 很久之前 是真的有人写信 后期就发电话 再后期这些电话 没有了 那就直接不买 对呀 你经历过几款不同的媒体 我可以叫做 心态上有没有觉得有些不同呢 为什么我要这样问呢 就是话说 其实我记得几年前 都成三四年前 在车的Event 一未开始的Event 我见到大家 就在搜索手机打稿 我心想打什么稿 都未开始 我当然要拍Story 然后他们就说 打稿一会儿 可以直接出 我说我的Story已经出了 你还打了一份稿 你慢了 我才知道 刚刚出来工作 我不知道 原来大家工作的方式是不同的 这个是否有很大的改变 是很不同的 因为传统的媒体 你真的要寄出一些内容 是要想那件事是否值得说 又没有说 应不应该说 就是这三个范围 是一定要想的 我们说到年代不同 在媒体上的运用 我想不同地方也是 是 有没有那些 我当日本或台湾 媒体的玩法 有什么不同的呢 其实台湾和香港都接近的 因为台湾聘用的人 和香港的人 台湾大一点 就是多些媒体一起去 但是香港也不少东西 有些大的Event 我们也有很多人去的 但是日本就很特别的 因为市场真的很大 有很多时候 他们的国际游戏 会分开时刻 这些是北美洲记者 这些是亚洲记者 这些是东南亚记者 这些是东南亚记者 日本有时候是自己的时刻 很威風的 很威風的 但最有趣的是 他们一堆的媒体 代表不同的题目 当然 他们会合资去请 一个日本的摄影师 和他们一起飞过去 那边很忙 整个星期间 就帮这么多品牌 是的 我们会突然看到 他们停留在一个地点 很久 整堆都在这里 因为那个人被人轮住 是 不过有这么说 因为日本的媒体 其实是很专业的 他们的操作 是类似欧洲的媒体 international test drive 并不是他们最重视的东西 因为车的压力 不是他们的压力 不是日本的压力 是最准确 帮到最多读者 所以操作是有少少不同的 香港记者就真的 做十万二十万 都可以的 我们是有效率的 香港人真的有效率 希望少少 原来做多多东西回来 老总才会赚的 对不对 我相信当年爆炸头的Edmond 没有想过今时今日 这个大拆枕某个Edmond 真的在抛头露面 叫做自己做主持 有没有一句话 跟未来的自己说 又或者现在这个状态之下 如果要用一个味道 去形容你自己工作的状态 用什么味道去形容 甜酸苦辣 如果有一句 留给自己的 我想由始至终都是这样 做自己觉得对 和开心的东西 就是最快乐 无论是爆炸头的我 还是扎仔帽的我 都是这样说的 我一定会剪掉那张照片 那张照片 我会剪掉那张照片 至于这一刻 其实我是什么味道 我是觉得很甜的 因为我很庆幸 因为我在你旁边 一来吧 你知道吗 他拆了吗 立刻拆了 他拆了 主要是 我真的找到几个很好的 伙伴在一起走这条路 不容易的 例如我其中一个 已经是退休了 对车和机械熟悉的 他退休了 做一些完全不认识的东西 是不容易的 对他来说辛苦了很多 另外 他要做的事 比以前多了十倍 我都说过 社交媒体的东西 我真的不熟 但他比较年轻 他熟 他就变成了我的老师 其实创一盘生意 也不是容易的 你要计算输赢的机率 好 但老实说输也要做 输也要去的 因为我认为一件事 是对要走的 就要去 刚刚就有这一班 还有两位拍摄的同事 只同道合的人 对了 一起冲出来 书学 就是这么简单 试试 又做了现在几个月 都做得很开心 真的很开心 最重要是无悔 只有自己选择那条路 继续向前冲 你自己得到的货留很实在 这些是没有用钱去衡量的 哪怕那件事是多辛苦都好 今天我们先聊到这么多 要先多谢我的同居车友Edmond 我现在要准备下车了 因为这个是他的直居 好 多谢 拜拜 拜拜 拜拜